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,选举年预算大暴增,台北市长柯文哲曾说最讨厌一次性活动,如今却遭议员质疑明年为了选举抢票,造势各局处活动频率加密,连预算也跟着暴增,其中跨年晚会从原本的800万增加到1000万,因法官观预算更是一口气新增了2600多万元。 柯文哲上午受访时对此冷言表示,如果按照议员的逻辑,明年的预算都不用编了。 市长柯文哲上午出席公平贸易城市受证仪式后受访,被问到议员质疑预算暴增,是为了明年选举年造势。 柯文哲表示,如果按照议员的逻辑,大概明年什么预算都不用编列了,这不是很奇怪吗?这还是整个市正在推广。 柯文哲也不满点名跨年晚会更离谱,跨年晚会是选举之后,他反问跟选举什么关系。 听到媒体解释,议员的质疑点是认为做成败状活动,延续选举气势。 柯文哲再次高声抱怨,跨年是12月31日,再怎么拖也不会往前拖到一个月,想太多了。 实在是要reasonable,reasonable,合理的推测。 对于议员扬言格志,柯直言,台北市预算如果说1650亿,多了500万你觉得呢? 这有时候想太多,他最后说会去争取通过,但就是平常心看待,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